经过西方多次外交斡旋 乌克兰局势仍未见环界 俄罗斯总统普丁甚至直接承认 乌克兰东部领土顿内茨克和卢干斯克的独立地位 并下令俄军以为和人员的身份进入这两区 让乌俄关系持续紧张 虽然莫斯科当局没有完整提供条约细节 只说从签署日起生效 不过根据路透社报道 普丁与这两地区签署条约涵盖31项内容 包括与这两个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 也指出俄军有权在东乌分裂地区建立军事基地 对方也可以在俄国境内这么做 双方承诺互相防卫 并分别签署军事合作 及承认彼此边境的协议 双方也将努力实践经济整合计划 因为两地都曾是工业区 在与乌克兰政府军经历八年战火后 需要大量支援与重建工作 协议期限为期十年 除非其中一方通知有意退出 否则将自动延长五年 由于盾内此刻和卢干斯克两共和国宣称拥有主权的地区 目前仍在乌克兰控制下 因此他们指望俄国协助夺取上述地区的控制权 但这也可能导致乌俄战火一触即发 随着乌克兰情势濒临战争 为了避免2014年马航客机遭飞弹物极的惨剧重演 欧洲多国航空公司决定停飞乌克兰的航班 荷兰皇家航空12号开出第一枪 宣布停止飞往乌克兰的航班 德国汉沙航空21号跟进 汉沙集团旗下的瑞士国际航空 奥地利航空 布鲁塞尔航空 以及欧洲GIGI航空也全部跟进 此外北欧航空与法国航空也决定停飞乌克兰航班 环宇新闻 陈静 综合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环宇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要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